香港明报前总编辑预袭 港府称凶贤落网 却轻易排除大家质疑的行凶等级 指出非官刘靖图的新闻工作 但包括明报 报社员工 香港媒体人 甚至是刘靖图本人都不相信警方的说法 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靖图案 受雇于人的凶贤落网 陆陆续续有11人遭待 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指 无直接证据和新闻工作有关 明报发表声明促请警方澄清事实 误排除任何动机可能性 就连刘靖图本人也对警方说法感到不解 他入口宫向警方表示 他和家人没有涉及钱债 逃色或私人恩怨 因此一直相信 遇袭与报社的工作有关 这个也排除很多阴谋论 其实这个是不是他们找一些人来顶罪 或什么 因为你其实你没有办法看到他的面貌 然后你没有办法看到面貌 你凭什么去在中国里面抓到人 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真相 我们是担心这个 你很多的这种 即便找到松手也没有真相 十多天来港台两地共同为刘靖图及香港新闻自由祈福 面对威胁新闻自由的社会重大案件 期盼早日揪出幕后凶手 让港人及新闻工作者无需惧怕暴力威胁 新唐人和电视城镇小张之轩 台湾台北怎么到 在这边的电视城镇小张之后